成吉思汗 大家好 我是成吉思汗三重管委恩 周六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成吉思汗首屆舉重公開賽 今天的影片會簡短的介紹當天比賽報到過棒的流程 比賽規則講解、團體賽制的介紹 還有比賽服裝穿著的規定 接下來請大家好好仔細欣賞影片的內容 當天參賽選手請注意 報到時請攜帶身份證 報到的工作人員會給你三樣東西 第一樣 參賽選手的手環 OK 手環長這個樣子 總共有三條 第一條是給你選手使用 第二條、第三條 一個教練、一個親友 第二個物品是護腕 護腕是你報到時我們贈送的紀念品 一位選手會有一對護腕 OK 長這個樣子 第三個物品就會是參和 所以當你今天提早報到 但是還沒有輪到你過棒 沒有關係 請你注意成吉思汗粉絲專頁上面公布的賽程表 假設你是男子七三量級的話 當天中午12點進行過棒 過棒時一樣要攜帶身份證 讓過棒工作人員確認你的身份 過棒時會給你一張試舉表 試舉表上面會有第一把開把的重量 過棒完成後 請填寫上試舉表 再交給工作人員 這樣就完成你的報到以及過棒的流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張文館教練主管 趙勳 今天來跟大家講一下 舉動比賽的規則 分為抓雨跟停舉 那我們每個選手的試與重量時間都為一分鐘 緣於試影時間為兩分鐘 那在30秒之前 我們都會做更改重量的動作 製作更改的重量為兩次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來看一下 我們中規則的示範動作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抓舉的長範錯誤吧 第一個長範的錯誤就是 過程中出現停頓動作 好 我們第二個長範的錯誤有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三點不著地 哪三點呢 通常長範的錯誤有什麼 膝蓋著地 以及屁股著地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一下示範動作喔 來 我們常出現第三個錯誤勒 就是會出現走步二推的動作 好 在我們完成動作之後 我們必須等裁判的蜂鳴器響起 那我們最後落槓之後呢 我們必須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槓子 必須舉我們前方的肩部落下 如果在於後方或是在肩部以上落下 裁判判你失格喔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是講停舉 那我們在上脖的過程中 一樣是不可以做停頓的動作 上來之後動作完成 一樣三點不著地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在肘部的部分 過程中不可以碰到大腿 尤其在最底部那個部分 有些人會被壓槓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示範的動作 那最後結束上挺的部分呢 一樣肘部不可以有二推的動作出現 一樣等待裁判的蜂鳴器響起 我們才可以落槓喔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主要講的是 團體計分的方式 那所有的團體名單已公佈於粉絲頁面上面 請所有的團體選手 是粉絲頁面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那我們每個計分的方式 每個量級取得前五名 第一名就是五分 第二名就是四分 第五名的話就是取一分 假設該量級不滿足五人的情況下 假設我們只有三位的選手在競賽 那第一名就是取得三分 第二名兩分 第三名就是一分的模式 那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團體選手 要特別注意一下 以及提醒自己的隊員 如果假設團體的隊伍當中 有一名選手是不符合資格的 那該團體是不可以去做 團體積分的方式 那也就是不符合團體的競賽資格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以上就是團體積分方式的一個簡短介紹 哈囉我是二名兜章李強 那我現在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當天比賽穿著的服裝 第一個就是由我旁邊這一位 最標準的舉重連身 就是如果說你一有舉重連身服的話 那是最好的 那再來第二個穿著呢 就是這一位 對 如果說你自己本身 你沒有舉重連身衣的話 OK沒關係 那你可以穿著這樣子的一個搭配 這樣子的話也是可以擅長去比賽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第三個服裝 第三個服裝就是我現在穿的這樣 不袖背心 然後加上幾身短褲 那以上呢是我們這三種服裝 當天你參賽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這三種類型的服裝 來參加比賽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切記 OK 以上呢就是我們的比賽規則跟重點 預祝大家都可以在比賽的時候突破PR 還有一個完美的比賽體驗 我們11月9號比賽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第三個動作 好 我們的第三個動作就是 常出現的動作什麼東西咧 就是肘部二推 OK